又是有长打实力的一位打者 在昨天的比赛他也两个打去里面有一只安打 球打者没有出光 那今年球季在这场比赛之前 刘宇传的三场的后援呢是获得了一个合局 并没有任何成绩的一个进账 二雷上有跑者双方一分的差距 还是变化球好球 两个滑球 当然主审认定是好球就会带给打者非常大的一样 所以他等于是投得很开 投得很开的情况下 反而这个球主审认定是一个好球 球局的上半统一市队最后的反攻 希望就寄托在山树林宏远的身上 在二垒上目前有跑者是带跑的吴钊辉 两人出局7比8 市队仅仅只落后一分 刘宇传 再试一次 那因为他现在有本来就是要投开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他球数领先 他就会去设计去引诱他出方 生涯两个人对战 四处其实挺少的 四个打数只有 人家是打了四个打数 也三只安打 目前呢在场上的状况是二垒有人两出去球数 是投手领先两好一换 刘宇传对林宏远 哎呦没有抽棒遭到了三振 也结束了这一场精彩的诗像大战 中场的双方在打了超过四小时又十分的情形之下呢 兄弟上队就以8比7一分之差 中断了统一市队的连续14场的不败的记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